水母说电影 她倒在了血泊中 随后 她约了几个好姐妹聚会 然后伪造自己 和丈夫通话的家乡 并为此来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在姐妹们的夸赞声中 小丽露出了 千计得逞的笑容 小丽回到家 她打算装出 受害人的样子报警 可一进门 小丽就发现 丈夫不见了 这时电话留言响起 一个自称 未来公司的人 打来电话 小丽没有在意 回过头 看到活生生的丈夫 小丽惊呆了 但是丈夫却不记得任何事 认为是被入室抢劫的小偷 打晕了 看着死而复生的丈夫 小丽认为 一定是自己下手太轻 丈夫只是暂时失忆了 于是又心生一计 第二天 不死心的小丽 用绳子狠狠地勒死了她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这次直接把尸体埋到了野外 这下小丽终于安心了 她来到街上 疯狂地购物 犒劳自己 回到家 吃尖的小丽 回头一看 发现丈夫又没死 她刚想着怎么去圆谎 没想到 丈夫不断地道歉 说自己由于临时出差 走得太急 没有打招呼 让你担心受怕了 小丽这下 真懵圈了 这他妈杀个人 怎么就这么难 小丽联邦来到埋尸现场 直接傻眼了 丈夫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这一次 她对着熟悉的丈夫 又是一阵乱看 随后把丈夫剁成了肉块 直接烧了 疲惫至极的小丽回到家 这时 未来生命公司的电话 再次响起 小丽带着疑惑 来到了这家 再生保险公司 原来 这种保险 是针对富人提供的 一项服务 可以让保人死而复生 存的是钱 收到的是新生 但是有一点 被保人自杀后 这项服务就会停止 其实说到底啊 就是克隆技术的应用 把客人身前的记忆 拷背下来 当顾客死后 就会细胞再生一个克隆人 然后把记忆复制过去 而丈夫所做的一切 只是希望 自己能一直守护着他 小丽终于明白了 丈夫的良苦用心 想起曾经的誓言 顿时泪如雨下 当丈夫再次活过来时 小丽立马抱住了他 并和丈夫坐在一起 谈着心 就在这时 丈夫收到一个 陌生人发来的照片 照片中 小丽很气腻地 搂着一个年轻的男子 看着小丽 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 确认小丽出轨的丈夫 气已昏了头 掐着她的脖子质问她 却不小心 失手杀死了小丽 看着自己 曾经最爱的女人 懊悔莫及的丈夫 决定自杀 她拿起刀 捅死了自己 而这一次 她真的死了 转场后 小丽平静地主持了 丈夫的葬礼 原来 小丽也为自己 购买了再生保险 而这一切 都是小丽的阴谋 小丽也终于 摆脱了丈夫的掌控 她开心地大笑着 不知道以后的日子 她会不会想起 曾经有人爱她入骨 喜她如命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不死之深的丈夫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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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